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拿风筝盾 这个盾的样子非常的奇特 有点像从阿密报里开出来的一样 拿这个盾的方式有好多种 这里的话先是给大家介绍一些可以直接开宝箱 也是可以直接拿到的办法 首先我们先来到这个位置 在地图的这个左上角 这个塔邦塔大雪原北部 可以从这个雪原驿站这里过去 当然也可以从海布拉之塔飞过去 这里有两个骷髅头 我们从那个上面那个 也就是北边那个骷髅头那里 我已经标记了这个宝箱的记号 我们这里直接骑马过来 这个骷髅头里没有怪物 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没什么装备打不过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宝箱 你只要可以用细节把它吸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 通过开箱子拿到这个风筝盾 你可以看到这个样子非常的有意思 它是说这个是利特族战士爱用的盾 可以看到从后面看 这个盾还是非常潮的 我觉得倒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纪念品来收藏 虽然它的这个防御率比较低 可能耐久也不是特别给力 这里来了几个这样的波克林 我们可以拿他们这个弓箭来直接测试一下 咱们刚拿到这个盾的效果 除了刚才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依旧可以开宝箱拿到这个盾 这个位置呢也是在这个血缘区域 也是在地图的左上角 这个地方想去呢 也是可以从海布拉之塔 这里直接就是往西飞就OK的 当然也可以从这个神兽 把梅德这里直接飞过去 这里有一个像瀑布一样的地方 不知道瀑布还是什么 应该是瀑布 这里这个宝箱位置就是啦 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个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直接飞下去 这里有一个冰块冻住的这么一个宝箱 我们可以快速用这个火焰的武器 给它解冻一下 总算是成功了 可以看到这个箱也是非常隐蔽的 绝对藏到一个冰块里 这依旧是一个封冰盾 如果你是个喜欢探索游戏乐趣的玩家 你也可以来到这个小屋这里 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左上角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叫 斯莱米的小屋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旁边这个神庙这里过来 如果你没有解锁的话 你也可以从下面这个神庙过来 这里有好多神庙 还有这个暴风谷的旁边作为这个标识 如果你都没有解锁 你可以从海布拉之塔爬山过来 所以说为了这个游戏乐趣 总是要付出一些这个长途跋涉的代价的 我们可以进到这个屋里 这里有一个任务对象 可以跟大家进行一下对话 它就叫斯莱米 它这里会有一个职业彩盾 滑雪的这么一个任务 一个小竞赛吧 可以花20块钱 20卢比找它来完成 当然的话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里的话 它会跟你说 你只要先滑一个初级的赛道 才能再解锁一个 这么一个高级赛道 这里是笔子下滑看到一个大桥 然后滑到那个桥下面就算是完成了 这里的话是45秒以内到的话 就可以解锁高级赛道了 当然我们这一次我们没有滑45秒 我滑了47秒 但是你也可以回答它 彩盾滑星对于你来说是什么 我回答了我不知道 依旧是可以成功开启这个高级赛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可能因为这样的话要多花20块钱 也可能是怎么样都会让你能够行驶这个高级赛道 这个倒不是特别清楚 反正的话45秒以内也不是特别难 因为我在那里停顿了一会儿 好 这个高级赛道就是初级赛道的前半部分 加上高级赛道的后半部分 所以说这就是我为什么刚才把初级赛道过程跳过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前半部分都是一样的 咱们没必要再来两遍了 好了 这里的话就是滑就完事了 滑顿的按键是按上ZL加上X和A 如果单按X是跳 单按Y就是在空中旋转 这样的话这里是有一个细节的 在最后快到终点之前 我们不要在2分10秒之前到达 这样的话要不然它会给我们别的盾牌 这里有好多种盾牌 就在2分10秒之后到达了 它才会给我们这个风行盾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好的盾牌你也可以快一些 这也是来自于这个高丸的这么一些经验的总结 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滑雪的比赛 得到了这个风军盾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期这个关于风军盾的这么一个获取的视频 到底就结束了 我觉得这个视频呢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盾给我感觉特别像 从这个ARMY暴力开出来的 所以说也是给大家做一下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赞 顺便关注我的频道蓝色橘子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